接下来我们看看香港情势这个星期的发展 特首林郑月娥终于宣布 她所推动的逃犯条例的修正工作 这件事情已经寿终正寝 她自己也会修改施政的作风 但这番呼吁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正面回应 相反的民权以及抗议群众 把他们的诉求提高到要求 普遍直接民选迅速实施 而且把抗议的行动扩展到国际的各个舞台 他们甚至担心香港未来的民主状况 可能犹如发生当年六次同样命运的变化 当然这一切显示香港的情势仍然在持续的动荡当中 目前立法会已经进入了三个月的暑期休息 没有人预料在未来的三个月会有大的和解发生 相反的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纷争将会继续的出现 十日晚间香港爱典堡公园传来诗歌涌唱声 近五百名民众在夜里齐去 为反送中活动里第四位罹难者 年仅二十八岁的脉性女子举办悼念晚会 拿着装有蜡烛的纸杯排起十字架 简单棚架里众人用醒目的带你走下去布条 回应他留下的痛苦死见 不自由五临死 反送中活动四名示威者的余命 让香港弥漫集体的悲伤 同时让对抗霸权的力道更加强大 九龙七七大游行 二十三万港人抗争据点 不再固守港主心脏香港岛 游行首度遗失到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 黑山民众急爆起点 尖沙嘴的舒适巴黎花园 连一旁的观光圣地星光大道 全塞进满门人潮 金钟开支九龙散叶 除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游行民众提出新的诉求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真真正正 可以实行双浦雪 双征浦雪 也就是直接对北京喊话 要求解散现行香港立法会 由人民直选立法会与特区行政长官 游行终点站悬在广深港高铁 西九龙站 高度交通的政治性 直接对北京当局释放讯息 高速车路线站是在香港与特区行政长官 这就是我们最近的地方 我们可以传达到中国的信息 成为朝鲜努力 口号从粤语变成中国大陆人 熟悉的普通话 企图打破中国的媒体工作 对赴港路客传达香港到底在争些什么 所以人们在中国的媒体谈论 我不认为这样 但是有一个公传的谈论 我认为它也挺平坦的 强调和平理性与优雅的九龙大游行 在傍晚六点半左右宣告结束 但签名示威者仍坚持转向陆克众多的 明电区广东道与弥敦道 继续传达港部诉求 直到晚尊十一点 警方下最后轰叠 民众始终无散 刚紧祭出人海战术执行清场 繁华大街瞬间成了淘汰的方 一阵混乱后 灵性民众被压制在地 双手被警方用束带反绑 甚至有人已被制服 还被警察用盾牌 有人疑似被解困 打到头破血流 一开始还没发觉 发现媒体镜头朝自己猛拍 拿下眼镜手被一擦 才发现额头和口罩已经全部都是血 最后警方逮捕古人 清场行动在凌晨一点半落幕 再清晰去广明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 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 已经手中正寻 见民心不安 忧行后第二天 林郡月娥召开记者会 还是嘴硬不提撤回日子 该以受众正寝 回应法案状态 但坚持不下台 人民对港府的信任 彻底崩坏 国际社会则力挺港人 争民主 积极透身社运的香港歌手 何运师 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军事会议 获得90秒珍贵的发言时间 刚才这位所谓的NGO代表 发言者 发言将香港与中国定列 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 话都还没说清楚 中国代表就贸然打断 毫无畏惧的何运师 继续说 中方小动作频频 要求国际制裁 北京的何运师 不受打压 不只何运师 寻求国际支援停港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更极其罕见 在没有官职 算不上位高权重的背景下 直进华府 与川普政府高层 密集会面 甚至连国安顾问波顿 都亲自和他谈论香港问题 9日他更出席华府智库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对谈活动 对香港情况引起犹行 看到黎智英和何运师在国际频繁发声 中国官方简直气炸 官媒环球时报指名道姓 说合理两人 狭阳自重 和西方势力勾结成为香港的溃疡 同时批评华府升级干涉香港事务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发声明 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 又说香港个别人士 致民族尊严和香港利益于不顾 形容是民族败类和香港罪人 九七回归前 美国特立香港关系法 确立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享有关税和经贸特权 但如今香港民主变调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 建议评估香港关系法 并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草案 要求同选特首 强调香港一旦失去自治 美方就会取消独立关税区特权 将重伤香港国际金融地位 反送中活动区区接力抗争 14日再发起沙田大游行 最终目的要在全港18区同步游行 原本反对逃犯条例修订 如今扩大为全面争取民主 北京方面如何接招 后续发展又是如何 全球高度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